詩情流詩 驚難 驚難 果的生命是希望 如世事成春 我見完子男 中年九歲 我學了四年 我們除了一齊 我今年九歲 我學了六年 我叫黃卓君 我今年七歲 我學了四年 如果香港沒有樂劇 香港就不太像香港 因為樂劇代表香港 代表大陸 慈心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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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學了七年 我學了四年 我學了一段 我學了十二歲 我學了粵劇七年 習近平主席他 2017年來香港 視察西九文化區 我與另一位同學 在他面前演出過一段粵劇 四歲的時候就在電視上看到 一些關於粵劇的節目 開始對粵劇感興趣 然後就來了聲輝這裡學習粵劇 其實我也會盡量令他們覺得 粵劇不是很老套 或者是一些不流行的 其實我也想告訴他們 應該要尊重這一門藝術 是一些戲迷我們11點打電話來 我很興奮 看完他們演戲 很好看 因為那時候是新歌戲院做 他說我想知道那班小朋友真的很好看 如果粵劇觀眾沒有接班人 他們做下去都沒有意義 都是因為他們有這樣的能力 我希望能夠讓更多人看到他們 我是五歲開始學 學到現在十八 都十三年 劇劇 都可以說是不可分離的一部分 從小學到現在 好像Mr.Wong說 是一個很多元化很豐富的藝術 有音樂 文學 舞台設計 美術 書類之類的東西 會一樣都是很多東西給我學習和感受 粵劇不單止帶給我 對很多不同事物的認識 那些知識 還有我從小學到大 我認識了很多朋友 長輩很關照我 粵劇對於我來說 真是人生之中最重要的幾樣東西之一 現在希望是學多東西 學多些東西 學得多少有多少 依據自己的能力 可以貢獻到多少出來就貢獻多少 劇劇在二十年前根本沒有人去理 是覺得是一種習慣性的賺食 只是這樣 一個很出奇的現象 她不是媽媽喜歡叫她來 是她喜歡你 她們來就是一種玩 不要玩就不來 所以我跟她們玩 所以小孩子見到我 是很朋友的 很開心的 大人也不是比較嚴 她本身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做 小孩子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做 大人就不用太嚴 她也知道怎麼做 小孩子太嚴 她也不喜歡做 所以要調教得很好 我們去做 我們來的一步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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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心情 谢谢观看